带来 顾退 继维臣 吓我一跳 干什么 我想跟你谈谈 谈工作明儿再说 不谈工作 谈谈咱俩的事 咱俩没事 范静勇 你要是不知趣 别怪我不跟你面子 干什么呀你 我都不如个干窩窩的 随你怎么想 反正我跟你说了 咱俩没事 我帮你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咱们小酒馆 是公司合营的试点 我不想给政府脸上抹黑 回去好好想想吧 行 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局长 我们接的办事处 通过这一个月的开产工作 全街道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 有813家 现在是完成公司合营的 是占54.2% 预计明年一月底之前 完成所有的公司合营 不成问题 很好 你们街道是全区所有街道里 工商业者最多的街道 所以说你们是区里的重点 也是市里的重点 你们做得很好 不过我倒是更关心 那家试点小酒馆的经营状况 是这样 局长 之前是我们的失误 我们派了一个 不懂行的工房经理 不过现在好了 他们改了 改得很好 很彻底 小酒馆现在已经恢复 正常营业了 而且他们还办了便民食堂 很受群众欢迎 是不是 如果公司合营后 作为一个企业 非但赚钱少了 而且还处于亏损状态 那我们公司合营干什么 是 所以说 这个试点非常重要 你们要关心 关注他们 是 一共是 上个月盈利四百二十一块五毛二分 陶去股西 还有咱们所有人的工资 那还亏本啊 不可能吧 赵快姐 咱是不是算错了呀 不会 赵快姐 徐慧珍的工资不能全发 你算算 他这个月 迟到早退多少天 要这么算 那徐慧珍一份工资也拿不了 那就按规矩办呀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大家早啊 我正琢磨着人 你说这后厨马师傅吧 进货出货都他一个人 这不太合适吧 这甭说他的事 说说你的问题 我 我怎么了 刚才他们算了一下 这个月你迟到早退太多了 就是把你工资全扣了都不够 就是说 要扣我股息了 应该是吧 你们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以前啊 不劳而获 习惯于这种 偷奸耍华 那我来这儿的目的 不就是对你进行重点改造吗 改造你这种小资产 这些思想 行了行了 本给我扣那么多帽子了 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都在小本上呢 我跟你好好说的 上个月的十五号 你是不是多收人家顾客五盲五 他打架 测了一个盘子 一盘子多少钱 那要罚就得重罚呀 他买一个盘子补上 这就要罚嘛 还真正有词是吧 行 苏联老大哥 在那儿买了瓶窩的个 你收人家多少钱啊 从外界都进了账了 洋酒本来就不可以 那这个 牛兰山进酒 中间存在差价 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马生不进的 餐水的酒可以 我进的酒就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 你在这进酒过程当中 你自己赚钱了 我赚钱也没进 我自个儿这要罚呀 我是给小酒馆赚的钱呀 行了行了 范静勇 你看着办法 大不了我这个月的工资 就不要了 这小酒馆还是我的吧 好 我干 你扣我 我不干 我赚拿我的股息 这个月你扣我工资 你有理由 从下个月开始 你少我一毛股息 你们都得给我滚蛋 这还打我了 这什么态度你啊 范主任 其实吧 我觉得徐慧珍 他说的有点道理 你想呀 这酒馆是人家的 人家什么不干的话 拿股息 那现在干了活 还救了您范主任 工资还扣光了 不合适啊 孔初呢 你没看见账目啊 要付股息个工资 我们还能发出去工资吗 我 可是吧 没有可是 可是什么呀 赵快姐 工资还是得发 就他那个股息 你就先垫支 不让他上街道闹去啊 闹来闹去的 给人留话给他 不累了 咱们上个月这就是干的麻烦了 要照咱们这个经营方式 这月工资能全发 还能上缴利润呢 涨点工资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这才是正路 徐慧珍是资本家的思维 我们是工人阶级 我们不能任命他百步 咱们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那意思呀 这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关系呀 你想呀 这经营套路那是徐慧珍教的 那咱这就是过河拆桥吧 孔玉琴你要再这么多话的话 我就算你跟徐慧珍同流合污啊 这徐慧珍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 还有作风问题呢 什么呀那事 不清不白的 你让个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 回家看孩子去 这里边要没点猫腻的话 他能去吗 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没听明白呀 你问他 他在哪里 我就在这儿站着 我就在这儿站着啊 你在柜台里边 头都不抬着 小姑 回家看孩子去 说的那个自然 那个理直气壮 那个不要理 你说这大清广众之下的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真的假的呀 我要我办点假话 我磕死在这儿了 好 好 好